如果要问南宁楼市目前跌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哪里 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三堂、杀井、五名等等这些边缘板块 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 目前南宁跌得最厉害的地方是五项新区的核心板块 比如说四大天王的央喜、九喜、天银等等 他们纷纷从最高时的22,000、23,000跌到了现在的17,000、18,000甚至14,000、15,000 而周边号称比较坚挺的楼盘 比如说建发河系、大唐真元等等 在目标客户消耗殆尽的情况下 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 从最高时的15,000、16,000降到了现在的1,12,000、1,23 半年多的时间亏了一套房的首付 甚至是两套房的首付 其实南宁的房价整体都有所回落 边缘板块的房价跌幅比较大 而核心地段的房价单价跌得比较厉害 谁让他们之前单价卖的本来就比较贵了 现在买房最中肯的建议就是买生活配套 齐全的板块 超市、餐市、地铁、学校、上班通勤等等 让房价真正回归居住属性 因为生活的话本来就是柴米油盐降助产